《家族办公室》网站LinkedIn 帐户齐下架 王子消失 李嘉诚在香港再度七折买楼 引发热义 夺命大火 让不死四食不伤 一死者身份未确认 721元朗恐习 市民抱打不平 遭判监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 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1日星期四 今天节目开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位 来自美国加州的郑女士的真实故事 郑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膝头的痛楚 但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謝堡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郑女士的亲身经验 她的改变不单只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很大的显著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我现在这三天都没有夜尿 我不知醒 一直睡到天亮才醒 睡六个小时八个小时才醒 所以我又不需要去夜尿 谢谢你们 现在帮了大忙 都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这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你或你的亲友 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謝堡 更多詳情 请组访健康520网站 如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提问 将有专家全队为你解答 请注意这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 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士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杜拜阿里王子早前宣布 来港成立5亿美元家族办公室 但开幕前突然急时离港 引发外界对她的背景和家族办公室的质疑 星期三十日 该网站被发现不能再进入 而阿里王子的拧肩帐户 亦被发现已消失 王子在香港的公关侧话 不知道网站下架 又指王子休假中正了解有关情况 阿里王子的家族办公室网站 星期三显示服务营运商 Wix的提示 这个网站好仗环没有连线网站 无法进入 阿里王子拧肩社交帐 亦删除得一干二净 除此之外媒体还发现 上个月颁发证书 委任阿里王子做荣誉教授 及和她的私人家族办公室 签署合作被忘录的恒生大学 最近修改新闻稿 将新闻稿内所有王子删除 标题也移除和她的家族有关信息 改为恒生大学 亚太东盟绿色政策中心开网 恒大回复传媒查询时 并没有提及王子 只是说有关被忘录 和委任荣誉教授都经过既定程序 两者已生效 而恒大官网现在 只显示四名荣誉教授 未见有阿里王子的名字 阿里王子早前突然延迟 在香港开设家族办公室的启动礼 引发连串风波 徐被揭曾经是菲律宾出道歌手 亦由原本的皇室身份 变成软房亲戚 外界普遍揣测 港府误度投资骗稿 李嘉诚旗下的长实集团日前新楼 七折开盘引发抢购 当日销售金额近75亿港元 李嘉诚此举引发了大陆网民的热议 长实集团在香港的 港岛南港地车站项目 蓝色海岸Blue Closed 日前首次开盘 因为该项目这次推出的楼盘价格 比同区或其他楼盘价格低了6000元以上 这个价格被称为楼底价 与周边的二手房价相比相当于打了个七折 而且该项目位于香港南区 巨潜力地段 港铁两站直达核心商业区 金钟附近是深水湾、浅水湾 和寿晨山等传统豪宅地段 所以受到买家清来抢购 开盘当日410个单位被抢购一空 销售金额近75亿港元 创下香港2013年4月实施一手住宅 物业销售条例以来的 新盘单日销售金额的最高纪录 香港中原地产数据显示 截至4月6日开盘 Blue Coast的项目 8日共计认购28,000份 超额认购65倍 平均66人抢一个单位 中签率约为1.5% 因为这次销售火爆 4月7日长实集团方面 宣布将在首轮的基础上 再加推88个单位 市值超20亿港元 这次售价会上调3% 早在2023年8月 李嘉诚就曾打折 卖过旗下楼盘 当时长实集团的 亲海逸二首次开盘时 最低折后价是290万港元 较周边二手楼便了三成 创过去七年来 九龙新区新盘新低水平 对此财联社4月9日 引述重量行香港办事处主席 曾俊华的评论说 当市场不明朗的时候 长实集团总是第一个降价 作为开发商 需要考虑机会成本 当然希望尽快收回资金 同时亦能获得利润 如果他们选择持有库存 开发商将受到两方面的伤害 一是持有成本 二是现今本可以产生的收入回报 截至今年2月28日 香港楼价已连续下跌了9个月 中原地产 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 陈永杰表示 香港一手楼成交记录 创历史新低 2023年第四季 一手私人住宅新盘楼美量 升至22,936个 这种情况下 由发展商推出多项优惠政策 发展商为求销量 相信短期内定价仍会保持克制 以刺激销情减少货美量 李嘉诚再次七折卖楼的消息 引发了大陆网民的热议 近500名网民在腾讯网参与了讨论 很多网民都表示 因配李嘉诚的眼光和拍力 网民朱哥说 李超人名不虚传 韦雄表示 现在知道为什么姜还是老的辣 国内商人的眼光和商业意识 和老李真是没得比 位于佐敦道和尼敦道交界的华丰大厦 星期三10号 发生三级大火 造成至少5死41人受伤 由麻地佐敦道 华丰大厦一楼 早上7时53分发生火警 11分钟后就升为第三级 产生大量浓烟 多人被困 有住户在窗口挥动手巾 也有住户走上天台等候救援 情况危急 当局动用35辆消防车 和200多名消防员和救护员 在现场疏散250人 另有50人自行疏散 至10点30分大火被完全撲灭 有在健身中心内的市民表示 听到多次怀疑的爆炸声 也有大厦居民说 睡觉期间有人大声拍门 但走廊很多烟 最终尝试走出去 死女逃生 消防初步调查 大厦内有劏房 和约35间持牌的宾馆 人口密集 12楼大堂首先起火 5名死者分别在7至8楼楼梯间 2楼走廊以及1楼禅棚发现 会调查起火有否可疑 及造成严重伤亡的原因 据最新统计 大火共导致5死41伤 41名伤者包括16男25女 年龄介乎18至94岁 当中38人送院 截至晚上11时 5名死者中 4人身份已确认 送院留医者中 仍有8人危残 3人严重 发生火警的华丰大厦 有60年历史 提供229个单位 区议员叶奥东到场了解情况后表示 大厦内有30多间宾馆 约100个劏房 及2次色情场所 业权比较分散 以至管理问题较复杂 叶奥东又指曾有街坊反映 有人会在大厦内随处棄置烟头 将杂物堆放在公共空间 他敦促当局尽快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 取替劏房和不适合场所 保障居民生活 特首李家超对火警导致多人伤亡 表示极度哀痛 对死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的慰问 以督促相关部门 截查起火及造成严重伤亡的原因 7.21元朗襲击 会计师何赞琦 早前被裁定暴动罪成 案件今午在区域法院判刑 法官李庆年判他入狱33个月 根据案情 何赞琦7.21当晚10点半至5晚上 夜时份到场元朗站 和其他市民和白衣人对峙 期间他曾打开一把长山 掩护自己和其他人 并向白衣人扔过一个罐头状物品 和一把缩骨傘 何赞琦否认暴动 辩方指他当时到场只是八卦 留在现场是因为自卫 保护其他人和防止罪案 但法官李庆年并不接受 指何赞琦有多次机会都没有离开现场 加上曾主动攻击白衣人 明显是和黑衣人齐上齐落 李庆年判刑时称 不论暴力的程度使用武器程度 及预谋程度 白衣人一方都比非白衣人一方严重 但非白衣人一方以武力还击 以暴役部亦要付出代价 又说被告眼见白衣人向车厢市民襲击 被憤怒冲分头脑而影响判断 以违法方式抱打不平 租塔了大好前途 亦失去了自由 令人十分惋惜 最终以三年为考虑刑期起点 考虑背景良好等因素 判刑两年9个月即33个月 判决引发网民嘲讽 有网民表示 明明发动恐袭的是白衣人 市民还手就告暴动 还说市民相信香港还有法子 不好玩啦 亦有网民野鱼 法庭以定罪形式 对案中被告抱打不平的行为作为审判 不愧为扬威海外的判词 还有网民嘲讽 本末倒置的最佳示范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 7月21日元朗港铁站 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襲击事件 近百白衣人手持木棍、藤条等武器 攻击无辜市民 造成至少45人受伤 有1人危残、震惊中外 警方至今共拘捕69人 其中22人被控暴动 其中14名被告为白衣人 涉及4宗案件 目前8人认罪 分别判囚3年半至7年 至于被控暴动的非白衣人共8名 除今日被判囚的何赞其外 当晚到场调停并被打伤的时任医员林卓廷 和其余6人全部不认罪 该案件由法官陈港铁审理 而开审39日 将会在5月6日至24日逐审 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 更欢迎你转发 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 多谢收看 再见